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然后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言 就是你针对这些评论 你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可以把你的见地留在下面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好 来我们来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留言呢讲的是 我们那一天讲Daily Wire跟Steven Crowder合约的事情 他这个朋友在下面留言说的是 说的太好了 公司不能养一个啥也不能干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右派的本质 但社会主义国家不会 他们会尽可能的照顾任何一个人民 即使他已经啥也不能干 部分失智者还竟找事 他们连安全感也没有能力维护 他没有钱买枪 甚至没有能力使用 但他们依旧不用担心 因为国家会尽可能的保护他们 也不用担心境外资本 垄断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资源 因为国家会尽力维护人民生存的客观条件 这些所谓的右派是不会在乎的 他们否定国家拥有保护这些人的权利 怎么样 红不红 首先 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用讲什么财产平均 没有发生过大屠杀就好了 不是 你不用讲别的 他这里边是讲说 社会主义国家会尽可能的照顾任何一个人民 那请问就是你举例 就是现在世界上存在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 哪个福利做的比资本国家好 那你举个例子吧 那为啥中国人全都跑到美国来拿福利 不管你有钱没钱 不管你为美国到底贡献出过啥呢 你为啥还来这拿白卡 对 你为啥还来这领所有的这些福利 Why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生意人 一有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老婆跟那个全部都丢到美国这个地方来 在美国买房子 然后在美国开公司 然后各方面的 然后把钱全部从中国到中国转到美国来 你知道中国给人民的福利都是啥吗 你知道美国给人民的福利都是啥吗 这两件事到底能比吗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资本各方面 大家对于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就是资本主义一定就是坏一定就是垄断 或者是自私 他在这边大概是提到一个自私的问题 我觉得 那各位不知道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都是最多拿钱出去宣教 或者是给最多钱给这个基金 所有的这些非盈利组织 就是行善的非盈利组织 不是什么WHO那种什么非盈利组织 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来的 他们赚了钱了之后 他们想要回馈社会 他们回馈社会的方式是 他们觉得他们希望怎么做的 你认可那个慈善家也好 为什么那个歌星一红了之后 然后就一开始就是 我要盖孤儿院我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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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觉得他自己abundant财富OK了之后 他们就会主动的想要去帮助别人 他们就想要主动的去来为社会做点什么 那这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这个极权政府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我干嘛担心这些东西 这东西是国家应该要担心的 我不需要在乎穷人 我不需要在乎这个 我不需要在乎那个 我什么都不要在乎 反正我连我自己都不用在乎 国家会在乎我 那导致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 说真的你看像希特勒的 别人说希特勒是右派 他杀了这么多的犹太人 掠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里面那个金牙全部扒出来 然后呢融掉 然后弄成金子 然后呢那些贵妇穿金带银各方面的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有这些大屠杀 而且他上来说这个第一句 他说公司不能养一个傻也不能干的人 公司就是不能养一个傻也不能干的人 你就去社会主义国家吧 你给所有的职务人安排工作 你看哪个公司会要 如果你要是开一个公司 那你愿不愿意让一个职务人去你的公司上班 然后你每个月给他发工资 你给他负担健保的问题 就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公司跟国家是完全两个概念 国家是不是可以负担那些已经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当然国家就是在负担的 国家就是在帮助 我们交的税金都是在帮助这些人呢 你如果要说到说美国的要饭的跟中国的要饭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美国的要饭的住在大马路边的 人家那是lifestyle 人家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人家不是说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政府给提供了有睡觉的地方 然后可以给你创造再就业 教你去学技术地方 人家不去 这是人家的lifestyle 这是他选择的一种过人生的生活方式 就像你选择去上班 人家就喜欢在大马路旁边看来回的这个车水马龙灯红马绿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人生方式的选择 中国的要饭的 那真的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真的太惨了 穷的完全没有办法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被人贩子 你就这个腿断了的没手的什么的 就让你趴在马路边要饭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你说美国人再穷 你去跟中国大山里的那些比比 你去跟那些孩子 连去上学都还要爬山的那种 你去跟他们比比 连自来水都没有 你去跟他们比比 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公司当然不会雇一个啥也不能干的人 这个并不是公司的义务 你也可以变成公司的老板 只要你去注册一个公司 公司没有义务去承担 啥也不能干的人 太多的台湾人现在被社会主义蒙骗 所以说台湾人请醒一醒 你们不是一堆受害者 社会主义不会让你们变得更好 你害怕中国大陆侵略台湾 不就是害怕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 你为什么现在比中国大陆还要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很好解决 就是如果说有台湾人觉得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非常好 你可以马上就去大陆呀 对 你可以马上就去体验体验 那儿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不要看出高楼大厦车水马楼 你去你去住一段时间 你真的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生活 你如果想过那样的生活 没有人拦你 你当然是可以移民去的 我相信台湾的朋友 中国一看马上同胞回来了 那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吧 我觉得这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 所以你可以放弃台湾的国籍入籍中国 这个是推荐你可以做的一种做法 好那下面呢有一个朋友 马上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很喜欢你们的 但为什么要有拿着枪的片头 你不要因为我们有拿枪片头 你就不喜欢我们了吗 继续爱我们呢 有拿枪的片头 其实我那一段是 因为我后面写的是宪法嘛 对 其实我们的片头呢 你不要看短短十几秒 这片头呢当然是我剪的了 我做的了 然后我们一起拍的了 那这个片头呢 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元素 我觉得 是做完了之后让我觉得 对劲 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绝对绝对 不能缺的两种东西 也就在我们这个十几秒的片头里面 一个就是宪法第二绝正案就是枪 第二个圣经 就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那为什么要有枪的片头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其实对华人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什么 不要有枪啊 有枪是什么 你看美国枪几案什么什么什么 特别是很多从台湾来的妈妈各方面 他们会很害怕枪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一说起来台湾的话 就说你看台湾多好 台湾没枪 对对对台湾就不会有枪击案啊 我不知道各位 我在台湾住了四年工作那段时间 我看那个台湾的新闻 每一天都是很负面的新闻 每天都是什么 啊这个什么 哪里又打人啦 哪里哪里又死人啦 然后呢 两个夫妻吵架 然后呢 其中一个把他杀死啊 然后车祸下来 然后某个人突然拿这个棒球棒 过来把车子砸啦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台湾的人认为说 台湾的治安实在是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你们的看见到底是哪里 比如说还有给小孩头砍下来的 哦对 那个是个大新闻 在路上一个神经病拿着刀子 啪把那个头砍下来 还有那个症结 在台湾那个结韵上面 拿着刀子 刹刹刹刹刹 杀了好像四五个人吧 还是多少 我都麻了 对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这样的东西 坏人他们就是会不尊重我们 坏人不尊重法律 你可以立一堆法 你可以进一堆法 就是会有人去 做坏事 那好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没办法预谋好 坏人什么时候会做坏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我们自己 随时要来保护我们自己 然后还有一个底下上面写说 Pathetic 就说你们这些人要有枪 真可悲各方面的 这不是可悲 身为一个男人 非常神圣的一个职责 我就是要保护我的家人 还有我自己 还有我身边的人 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枪 因为枪很重要 然后为什么片头会做成这个样子 圣经最重要 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 圣经最重要 枪也很重要 因为没有枪的话 你的什么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集会自由 那种全部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去教会聚会 你的圣经都有可能被人夺走 如果没有枪的话 你所有的一切的权利全部都不存在 你的一切的权利 他们还不敢动你 他们还不敢像共产主义国家 那样直接的踹你们 然后把你从床上拽走 给你拖到方向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枪 这个就是最直接的一点 你或许觉得说枪不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今天的权利 就是因为有枪 那枪不好 那是坏人拿枪做坏事 那还有一个就是 之前我有在跟一个牧师讲说 在你教会里面要不要有人有枪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个牧师妈就是说 不要有枪 不要有枪 真的就是不要有那个 那有枪跟没枪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如果有一个神经病拿着枪 到你的教会的话 差别可能是 还是会有人死 因为他拔出来那一刻 可能开个三枪 然后就三个人死掉了 如果他都很准的话 差别就是 有另外一个 如果是好人的话 他可以拿出来 那个差别会是 三个人死 或是十几二十个人死 所以说 有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坏人什么都不怕 坏人也不怕法律 坏人就是怕好人有枪 那为什么政府会想要夺取枪支 为什么共产党上台 之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夺取枪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大陆是这个样子 越南政府也是这个样子 北朝鲜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有枪是很必要的 而且有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一点 对 而且也呼吁说 哥哥教会 因为现在时代越来越黑暗 或许恨教会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过 有教会枪击案 对吧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们需要用人的生命 去堵住枪口 然后去保护别人的生命 如果这个时候 真的是有 教会里面有人是训练有素的 可以马上掏出枪来 做很快的反应 而且打得很准的 这样可以救很多人的性命 所以不要再害怕说 我们教会是好的地方 不要有枪 对 坏人他们就是挑好的地方 去杀好人 他们就知道说 你们这帮人不是善良吗 你们不是不拿枪吗 我进去我就可以随便杀一下 反正你们也没枪 我有多少子弹 我就可以杀多少人 我甚至我都不用秒那么中 我啪啪我闭着眼睛 打几个都能打死几个人 但是如果你教会里面要是有防御 有几个男人拿出枪来 结果马上不一样 他进来了 看你看草舍 我就拿枪对着你 我们是平等的 你有枪我也有枪 对吧 你如果一个一米六的男人 拿着枪进来杀人 你有个一米八一米九的一个大状况 没有用 你能打过他吗 他有枪 对吧 但是你说我有个枪 我都能跟他拼一下的 因为我也有枪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留言 他朋友说 弗丽莎说 要台湾的教会 抓紧时间 办学校 办教学 保护好孩子 基本出发点是对的 但问题是台湾有教会吗 台湾有教会的话 今天还会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吗 另外他还提到 要台湾的基督徒 多多出来参选从政 殊不知 台湾早已有多位基督徒 出来参选从政过来 如曾任副总统的大力主张同婚 力推高端假疫苗 四处招摇撞骗 做假见证的天主教徒陈建仁 四处拜庙的基督徒李登辉 及全省公庙走透透的前总统马英九 与现任总统蔡英文 如嘉南人般与异教邪灵银河 这不正是台湾所谓的教会 长期不传主流鸡汤 邪教的结果吗 这块地除了只能遭神诅咒外 还能期待什么呢 下面他也写了一些经文 其实我看到这个 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台湾的教会 对我来讲比例算是多的 你就像比如说我们上到YouTube上面 你要看到讲道 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台湾来的 对吧都是台湾的一些那个大的教会 然后他们的音响也都很好 然后他们的堂也都很大 他们聚会人也都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非常多的这个信息 主日的信息都是从台湾那边过来的 所以台湾的教会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而且也是资金非常充足的 但是呢 你如果要是看到美国 现在今天的境地 台湾的教会还不抓紧 起来警醒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就是你不可能说 你不理你不看 这件事情就不发生 你明明看到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先例 你看到美国的现在基督徒在 那个抗争的多么的辛苦 你看到大家一起在做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台湾的教会 现在应该怎么做 包括我们今天 周深入目是 他也来洛杉矶 然后有个参会 我们也去听到了 他们关注的重点 基本上是在教会的合议 他今天主要是讲很多教会的合议 那这个合议呢 反正我听了半天 有可能我理解是错的 但是我听了半天 就是我们大家审里面 就是关系要好 我们教会要经常做连接 但是对于文化的方面 没有提到 然后也没有讲到说 现今的教会 对这种撒旦的这种文化 要如何的做抗争吧 或者是如何的反击 或者是要如何的预备 他们的心是说 我们要扶持下一代 我们要把这个下一代好好地培养 我们要把这个位子将来都传给下一代等等的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下一代的质量的问题 我觉得 就像他在这里面讲说 有很多基督徒出来参政 那或许这些人呢 真的是受过洗的 对吧 或许那一瞬间 他真想说 我要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很多可能去参政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他在之后他没有更多的成长 他没有接受到更多的教导 他也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去干什么 他只不过受过洗而已 教会可能平时去晃一晃跟人聊聊天 然后或者把教会当成一个竞选的一个帮助之类的 可能是这样 那你说这样的人 他真的能在世界里面做光作严吗 不会了 他很多时候他起到是很相反的作用 那台湾的教会 就像今天我们听到周神柱牧师 他讲了这个东西 就是讲了合一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 就是很少的人说 我们要怎么合一 我们要在什么下面合一 那他今天有提到一下 因为我问了问题 对就是他后面有个问答的时间 就是你如果不问的话 他也不会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对但是在你问了之后 他有提到这方面 就他的回答我觉得是正确的 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他们没有在强调 对 就是要在真理合一 然后在真道上面合一 我们可能就是去公领山头啊 还有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去做任何的事工啊 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原则是不能变的 我们不能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的人在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不用说台湾 美国这边也是 美国这边有非常多的教会 在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为什么会有变性人当牧师 为什么会有同性恋 教会会支持同性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在扭曲圣经的价值观 当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批评他们的话 他反而就说 哎呀你不合一啊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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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乱批评别人 你看不到你的眼中的梁柱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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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 右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你要把右手砍掉 眼睛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要把眼睛挖出来 就是这么血淋淋的 讲道就在你面前了 但是很多教会看不到 很多教会觉得说 啊我们只要爱就好 太多教会强调爱 但是他们不知道爱是什么 爱就是遵循律法 各位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耶稣从来没有读过新约圣经 他读的是旧约圣经 他做的这一切 都是从旧约圣经来 旧约的律法 在新约也一样重要 旧约在讲的事情 在新约也一样重要 神不会做一个 contracted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大家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 真的就是要好好的 去把这本圣经读完 不是说我只要读完新约之后 然后就说 啊我只要爱就好啊 只要爱就好啊 我只要说我爱就好了 你要知道爱的定义 是什么才可以 对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结论 到底从哪来的 就是如果你读完了新约之后 就说 我这些都接受 我就是爱呀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 真的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写 就是说 律法其实是为了我们好 很多人会说 爱呀什么爱呀爱呀什么的 但其实根本就是扭曲了 这个爱的定义 所以就是看到这里 也是发现很多 因为我们也没在募会嘛 我们也不是牧师 我们也没有在募会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募会的那个辛苦啊 或者是面临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很了解 或者很知道 但是其实不管中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存在有多大的困难 需要跨越 我觉得文化这一块 绝对是教会脱不了任何干系的 对 你在一个国家里面 你在一个地区 你就是要去传福音 然后你就要传真理的福音 传让人悔改的福音 对 然后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里面 然后照着耶稣的样子去洗净自己 然后去跟随耶稣的教宗 这个不管放到什么地方 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 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注重到圣经真理的某一部分 或者是我们去做了某一部分 但是其实有更大一部分 我们还没有再去做 或者还没有再注意到 我觉得这个是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现在台湾的教会 应该开始警醒了 很多时候教会的运作模式 其实是按照传统来讲 就比如说 我的属灵父亲怎么传给我的 我现在也按照这个同样的方式去梦会 但是你要看到 现在世界变得太快了 世界的那个王嘛 不是那个撒旦嘛 对吧 世界现在变得太快了 你如果不去顺应 它现在变化的方式 然后你来做一个防御 你来做一个反击的话 其实你做这些东西 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今天周深书牧师也讲到说 他就很高兴的 就是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 台湾这个教会的成长很多 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人数成长多了 但真正的门徒有多少 比例是极具的降低 可以是这么说 现在败坏的文化 因为教会迅速的成长 全部都带到教会的内部 就像一颗柱牙一样 从那个内部现在开始往外掏空 开始往外逃烂 所以教会人数的增长 不应该是我们开心的一件事情 真正的门徒被建造 被培训起来 这个才是应该高兴的事情 再补充一点 他这边也有讲到 觉得有这么多的基督徒 都是当官的了 为什么台湾还这个样子 这就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只因为 那个基督徒是当官的 你就觉得世界和平了 或者也不要因为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要去参政 你就百分之百全力支持 对 你一定要知道 他代表什么东西 圣经里面有一堆神 超多的神 你相信的是哪一个 巴黎也是在里面也是神 那个Semiramis在里面也是神 什么Lunar 那个什么Lilith Night Demon也是神 在里面一堆神 你相信的是哪一个神 你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神 很多人可以说 我相信圣经里面的神 你要问他 你相信的是哪个神 所以说这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国家的救赎 放在一个政治人物的手上 我们要自己去读圣经 我们要跟我们的朋友传福音 我们要影响我们的社区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把期望放在一个政治人物上面 是 好 那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些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有什么坚定呢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